大家好,我是Shten 韩国有一个电视节目叫 Kum Jokat Nesekki 内容主轴是专家吴博士 帮忙一个家庭解决孩子们的教育问题 以及父母亲在养育上的各种问题的节目 而在最近看的一集 因为让韩国网友们都哭成泪海了 所以就想要给大家分享一下 四兄妹的爸爸 是您自己抚养四个孩子吗? 是自己 大儿子是15岁 三姐妹分别上五年级、四年级、二年级 凌晨12点30分 所有人都在睡梦中的夜晚 伸展运动 伏地挺身 没有妻子一个人抚养孩子的话 一定要健康 如果我生病了 就没有人照顾他们了 早上7点45分 准备上学时间 快速叫醒老三老四 给孩子们梳头发 大家聚在一起吃饭 妹妹要吞下去吞下去 不觉食物的老腰? 恶心 看起来很难吞下 最后用水送服下去了 吃完了 你这次长蛀牙的话要挨骂的 因为要承担起妈妈的那份责任 所以成为了严格的爸爸 全家一起去的地方是 在令堂的妈妈 六年前 妈妈离开了四兄妹 妈妈 我想你 即使过了六年 从未忘记过妈妈的脸 妻子自信地安慰老公说 自己一定会回来 但是妻子一个礼拜后就离开了 我还没准备好送你走呢 太突然的离别 虽然过了六年 但从来都没有忘记过你 来看望家人的外婆跟阿姨 一看到彼此就流下的眼泪 像四兄妹一家人一样痛苦的岳母 女婿辛苦你了 无法分担悲伤 一个人会有多累啊 不会的吗 我也不知道有没有养好他们 但我还是会好好养的 在离开的妻子面前做的最悲伤的承诺 六年前因为一线癌去世的妻子 真的是非常突然离开的妻子 因为父亲非常疼爱儿媳妇 怕她会受到打击 就没有坦白妻子的病情 在过了一段时间后告诉了真相 听完后她说 再也没有活下去的理由了 在听到儿媳妇与病魔斗争的消息后 深深感到挫败感的父亲 没过多久就去世的父亲 一年之间连续经历了离别 有妈妈的照片吗 怕孩子们难过 整理了妈妈的照片 有没有尽情哭过呢 每天都会对自己说 不要被孩子们看到软弱的一面 在只看着我的孩子们面前 要成为可以依靠的爸爸 老四对悲伤有恐惧吗 两岁那年送走妈妈不记得妈妈的老药 在全家人因为思念着妈妈流泪的时候 媳媳在不知理由的悲伤中 只是跟着哭 一直强忍悲伤的媳媳 不觉失误可能跟这个也有关系 老二的学校 老二量一下血糖吧 在熟练的使用传感器检查 过高的糖指数 平时反复出现高血糖低血糖 父亲去世后的第二年 去医院进行检查的时候 被诊断出一型糖尿病 要不要打一点胰岛素 为了调节血糖 注射胰岛素 需要继续关注急剧变化的血糖状况 因血糖休克尔多次病危 大概被119做过10次 我亲自用心肺腹诸素救活女儿三次 尤其在凌晨两三点之间最严重 饭前自己注射胰岛素的老二 什么内容都没有的食谱记录 早餐没有记录 午餐也没有记录 为什么没记录呢 那天去了毕业旅行 为了血糖管理必须要记录下来 因为对老二来说 饮食管理涉及到生命 所以严厉指责的爸爸 你以为爸爸不会确认吗 这是你的生命 一句话都不说 只是流泪的老二 再回到房间后才低声哭泣 即使热泪盈眶 也要冷静的爸爸 深夜入眠的女儿 睡觉之前检查血糖的爸爸 确认素之后在女儿身边睡觉 两小时后 走近正在睡梦中的女儿 再次确认血糖 血糖调解困难的一心糖尿病 凌晨也要随时检查血糖 艰难起床的爸爸 习惯性地检查血糖 爸爸一天的睡眠时间呢 一般睡多的话 睡两个小时后就起床 怎么吃饭 目前正在一日一餐 这也是为了正在控制 饮食的女儿而做出的牺牲 这个必须要问一下 那么注重健康的原因是什么呢 因为我是孩子们唯一的监护人 虽然可以理解令人心痛的家庭史 但每个想法只是跟死亡有关 维持健康不是为了快乐幸福的生活 而是为了不死 怕死死的话会出大事 不控制饮食就会死掉 不好好咀嚼食物会出大事 这样家人们都会很痛苦的 爸爸知道孩子们的梦想是什么吗 好像没有注意过 制作组问过孩子们的梦想 老大回答 我的愿望是 我们家的债务都能还清 老二的回答 我的愿望是 让我爸爸变得很健康 老三的回答 我的愿望是 让我爸爸会变得更健康 因为四兄妹的回答感到心碎的吴博士 一般在这个年龄端 都会以我为中心进行思考 但孩子们比起我更担心爸爸的安危 老大你好 爸爸是什么样的人呢 首先是 爸爸为了我们 不是经常做辛苦的事吗 那时候爸爸看起来很疲累 老二认为爸爸是什么样的一个人呢 爸爸的妈妈很早就离开了 爸爸的妻子也很早离开了 然后爸爸的爸爸也离开了 连我都得了糖尿病 比起自己的健康 更担心爸爸会因为自己的健康感到痛苦 你最担心的事情是 爸爸去世 就像妈妈一样 老三 好伤心 希望爸爸能一直健康 想念妈妈的另一个人 妻子的妈妈 孩子们的外婆 我女儿先走了 没能给孩子一个健康的身体 真的很对不起她 我有劝女婿再婚 但是为了孩子们完全没有想过再婚 像儿子一样的我的女婿 只要女婿能幸福 连同女儿的那份一起幸福的活下去吧 我总是对岳母感到抱歉 好像是因为我 她的女儿才走的 终于见到吴博士的四兄妹 你们会想着妈妈在家里哭吗 不不不叹 想念妈妈也没关系 不要忍住那依依不舍的心 听听爸爸跟妈妈的甜蜜回忆吧 想妈妈的话就多看看照片 顺便对妈妈说一句 妈妈我想你 现在可以哭 哭也没关系 像妈妈一样温暖的抱着孩子们 抚慰的吴博士 爸爸因为你们苦恼了很久 一直以来都是禁忌话题的妈妈的故事 今天给你们介绍一下 决定解开埋在心底里那些回忆的爸爸 年轻健康的妈妈跟爸爸 成为了幸福一家的六口人 对没了解过的妈妈的故事感兴趣的四兄妹 然后用紧张的心情准备的下一个片段是 在医院的妈妈的照片 时隔六年再次见到的妈妈 爸爸独自珍藏的妈妈最后的样子 很喘吗 会不会很累 看着躺在病床上的妈妈 流泪的孩子们 不要忍 哭吧 我们尽情的怀念妈妈吧 开始寻找健康的幸福了 高兴的时候就笑 悲伤的时候就哭泣 再也不会把妈妈藏起来 亲爱的 我来了 老大这次参加了拳击比赛 还有老二还没有控制好血糖 每天通过仔细的血糖检测 跟食谱努力控制中 还有老三老四 偶尔会哭会低沉 但是也渐渐变得开朗了 每天都跟我一起集中训练咀嚼 没有你也变得开朗了 你不会伤心吧 在天上好好看着我们 现在才真正在一起的我们